ile aynı day 大家好 今天和你們分享梅菜炆排骨 这塊排骨有700克 梅菜一包400克 不過我會用200克 另外有些薑 蔥和蒜頭 放少許鹽在水中 浸梅菜10分鐘 用淡鹽水浸梅菜有兩個好處 第一可以去鶯味 第二可以令梅菜快速變淡 因為梅菜高濃度的鹽份 會快速流向低濃度的淡鹽水 梅菜浸完10分鐘後試試是否很鹹 如果是很鹹就浸多幾分鐘 梅菜浸很多沙 洗的時候要打開葉 逐盒洗乾淨 梅菜洗乾淨後 頭部老的纖維 不要 這些梅菜收老的纖維撕走 可惜 大家可以吃到骨頭上去 整個筒子 白條 雞菜 沙花 切成一片 黃骨戰 沙花 以後 六斤 切成一片 骨頭 再切成3條 7條 切成1條 切成3條 切成1條 切成4條 切成2條 骨真的要斬 幸好我在中超 買了一把菜刀 這個排骨我們放些麵粉 或者放些生粉也可以 這樣散開一陣子 我有一段影片是關於洗排骨的 或者你也可以看我的影片 我們的目的是把血水刀出來 如果不用生粉或者麵粉刀 也可以在流動的水下沖10分鐘 排骨洗乾淨後瀝乾水 燒熱鑊 放兩片薑 不要下油 炒一炒梅菜 炒至梅菜乾身 放些油 放些糖 把它烤來 大便 馬上烤鑊 均勻煎炒 顴 på spans 煎至金黄反转 加入蒜头姜和葱头 煎至另一面金黄的时候 加汤匙绍兴酒 1汤匙老抽 加入棉菜 加1粒冰糖 如果有8角的可以加1粒8角 加滚水 浸过面 小火炆1小时 如果是明火炆45分钟也可以 炆至排骨腍腍就可以了 炆了45分钟 试试排骨够不够腍 都可以了 试试够不够味 味道也对了 我打开盖收汁 你看到我没有放盐 因为梅菜有味 煮完 试了味不够才放盐 现在的汁差不多收干了 如果想有少少汁 可以现在上碟 不过我喜欢干少少汁 有葱的话可以切葱 放开剁 最后放葱 可以上碟 盐巴 梅菜炆排骨送饭真的没得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